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905天,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11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昨天表示 托列茨克和布克罗夫斯克前线仍然比较困难 但局势已经稳定下来 战争研究所也报告称,过去48小时 这两个地区没有可证实的战线变化 托列茨克前线 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人设法增强他们在纽约村的地位 但这个村子并没有线路 布克罗夫斯克前线 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的部队沿着铁路向布克罗夫斯克方向推进 目前,他们的前沿阵地距离星赫罗基夫卡东部郊区1.8公里 该战目前已被置于宵禁之下 每天持续20小时 之后,布克罗夫斯克市军事行政部门敦促所有的平民撤离 称俄罗斯部队距离该市郊区仅10公里 库尔斯克前线苏甲南部已确认被乌军控制 与此同时,乌军切断了E38公路以北的卡乌齐克和 克罗姆斯基比齐之间的道路 内里距离E38公路约16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军事记者昨日在 利格夫市E38附近遭遇了海马斯 这说明E38公路已经在海马斯的关照下了 克列尼沃方向目前已经进去了西库尔斯克州最大城镇的西郊 克列尼沃守军没有等来突围的命令 他们放弃了东城,炸毁了桥梁,退守西城 但乌军已经从上游的奥尔格罗夫卡村腾宫的过河了 沿着河岸突入了西城区 目前俄军还在南北长约4500米 东西最宽约3000米的城区内坚持的抵抗 向西去往雷利斯克的道路已经断绝了 只能通过夜间的空头获得搏击 这个方向上,俄军被认为总共有约两个团兵力 第72摩布团加上两个散兵营 以及边防部队残部和当地的民团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空天军的卡五二 在克列尼沃往西通向雷利斯克的公路上 血洗了俄军的增援,补给撤退 这是过去一个星期 空天军第三次重创俄军车队 这帮人打乌军不行 打自己人倒是一打一个嘴啊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蜂拥投降 其中俄军第488摩托化步枪团的一个连 更是集体走出了地堡 向乌军投降 跟他们一起投降的 还有卡德罗夫的督战队 该地堡是一个混凝土加工 设施齐全的连级防御据点 其中包括地下通信设施 人员宿舍、食堂、军火库 甚至还有浴室、地堡、内物资和弹药都极为充足 但SBO特种部队几乎未放一枪 就集体向乌军投降 由网友调侃说 怀疑这是俄军的新战略 打不过你就吃垮你 其实目前乌军已控制了82个定律点 大约1300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军在俄罗斯境内的进攻 让普京如坐振战 不断的调兵增援 并让他的前保镖阿里克希九名上将担任总指挥 俄媒称 前日九名一上任就与执法机构和地方当局合作 组织起一万多人的增援部队 赶到了库尔斯克前线 准备向乌军大本营苏甲方向发动反攻 结果乌军装甲部队 率先攻克了苏甲东南的要塞城市奥布扬 切断了从别尔格勒德 向库尔斯克增援的E105公路 并设服重创了九名的增援部队 别尔格勒德方向 据俄罗斯人称 乌克兰军队已经进入了别尔格勒德州 维亚佐沃耶 距离科洛蒂洛夫卡三公里 估计很快大家就可以开始熟悉 别尔格勒德的地名了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兼额60万在旺了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莫斯科佩罗沃站一辆电力机车夜间起火 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西部物流网的电力机车的短缺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莫斯科附近的柳布特西发生了火灾 大火吞没了一家工厂 俄罗斯空军一架图22M3轰炸机 在伊尔库斯科州切列姆西夫地区坠毁 据说事故原因是技术故障 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纪念1920年与波兰军队并肩作战 对抗苏联红军的14000名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士兵 反攻于8月15日在华沙附近开始 并取得胜利 杜达在讲话中表示 乌汉政府不想与普京谈判并不奇怪 我们没有谈判 当我们将俄罗斯人赶出所有被占领土时 战争就会结束 亚述旅参谋长乌克兰中校科罗特维奇 在对长期被俄罗斯占领领土的国家领导人 发表的声明中写道 日本芬兰格鲁吉亚 现在是纠正过去错误的时候了 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 要回被俄罗斯非法占领的领土 他没提赛里斯 德国国防部公布了2024年12月之前 向乌克兰交付的物资清单 又是豪置一大笔的经费 且装备精良 此外美国正在考虑为乌克兰 提供空射型的JSSM隐形巡航导弹 并且在帮助乌克兰升级F-15战斗机 以发射这种类型的导弹 JSSM隐形巡航导弹射成330英里 重2250磅 这看起来是为克里米亚大桥 量身定做的 最近因为库尔斯克边境地区失守 俄罗斯威胁西方的掉门更高了 但欧洲没有退缩 拜登更加没有退缩 我此前曾经说过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支持乌克兰既是道义所欣 也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 一些人总是慧言 乌克兰的支持者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利益取向 或者以此来否定他们的行为的正义性 其实大可不必了 只要是做正确的事情 从中获利 又有何不可 须知 正义从来都不意味着完全无私 换句话说 逐利没错 错的是没有底线 不讲道义的唯利是同 而后者恰恰是一些人 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 切以为 普通人不追求公平正义 而以利益定立场 是很令人费解的 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只讲利益 那么作为弱势的一方 普通人只能是利益的输出者 而非收割者 最终也就无利可谈了 如果说强权者坚持唯利一论 是缺少良知的话 那么普通人坚持唯利一论 就是没有头脑了 俄罗斯要输了 但不是马上 为什么说俄罗斯要输 因为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有人说美国在二战之后 也打了许多侵略战争 为什么他们有赢有输 而轮到俄罗斯 却说他们一定会输呢 首先美国可不像俄罗斯那样 打仗是为了吞并他国领土 而且美军的绝大多数军事行动 都是有联合国决议背书的 打伊拉克打利比亚 推翻了斯拉姆与卡扎菲的残暴统治 尽管这两位阿拉伯强人 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还想为两国人民服务500年 而俄罗斯此番入侵乌克兰 依然没有联合国的授权 二来 还要吞并他国领土 这个兴致就恶劣多了 说来有趣 普京大地进攻乌克兰 打的旗号是乌东的俄罗斯人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小胡子当年搞捷克苏台德地区 给出的理由 也是当地的得意之人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原来普京和小胡子 在心灵上那么的切合 俄军在进入乌克兰之后 做了些什么呢 来看俄罗斯军队打仗拉垮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背后还扛着一只洗衣机 这传统手艺 从巴黎联军到现在 就没有失传过 俄罗斯军人喜欢洗衣机 俄罗斯的大佬 喜欢给乌克兰的小孩 至少有数百名乌克兰的小孩 被普京和他的军队 保护性的劫持至俄罗斯本土 直至被国际社会曝光 扎罗瓦才被逼无奈的宣布 这批小孩将回归乌克兰 回归故乡 俄罗斯军人打劫洗衣机 有人或许会说 一只几十万人的军队 有几个败类很正常 对于托孩子这事 有人会说 是为了让这些乌克兰的未来们 在俄罗斯接受普京大帝 光辉思想的照耀 远离纳粹 但是后面一件事情 最坚定最乐观的鹅粉 都找不出任何的理由 来为普京大帝洗白 普京心目中的俄罗斯英雄 是尼古拉二师 斯大林这样的人 就是执行了扩展主义政策 增加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的人 他心目中的俄罗斯罪人 是列宁 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 就是毁掉了俄罗斯帝国的人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这是俄罗斯人民的想法 痛苦的俄罗斯人民 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 得不到快乐 看不到希望 他们习惯性的 把自己的希望 投射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上 著名的索尔仁尼琴 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 他一方面反对布尔什维克 另外一方面 希望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由仁慈的沙皇小爸爸所统治 他曾置信普京 现在的乌克兰有很多领土 使俄罗斯不能失去的传统势力范围 彼时克里米亚事件还没有发生 去年至今的乌韩战争 不是普京自己想要的 使俄罗斯人民内心深处的渴望 但问题在俄罗斯已经衰老了 一个人衰老 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器官衰老 是全身上下都老了 俄国战争爆发前的前一年 俄罗斯人口减少了100万 普京甚至没办法执行总动员政策 他只能蒸发帝国边缘地带的蛮族军队 他的俄罗斯已经老了 当渴望帝国的人民因为战争饥寒焦破时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像1919年的俄罗斯人民一样 宁可割地赔款 牺牲他们渴望的俄罗斯帝国 不惜一切代价交换和平 而普京所蒸发的蛮族军阀 就像肥水之战以后 福坚麾下的异族将领一样纷纷独立 俄罗斯人民将因为他们的帝国迷梦 陷入惨烈的内战